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到灰头土里 我当时是这样 他当时说范也没凭上金马女主 我说了一个小故事 因为粉丝之为粉丝 基本上就是说很喜欢热爱 就听不了半句不是 而就算我没有讲不是 我说了多小的事 我说他演得很好 他真的演得很好 你完全不像原先期待的范彬彬 我们当时讨论都是这样 真的就像一个川姑 这个很好 虽然这样川姑的眉修得很漂亮 很白 我还记得陈建兵说 那漂亮的假了 又怎么样了 川姑不能有漂亮了吗 这样子 开始拉背锅的 陈建兵又拉进来了 没有我说陈建兵就替他 陈建兵就说川姑也可以有漂亮的 不会有影响 那谁反对了呢 那不能讲抱别人 要讨论 有消息这样 就是说所有不管电影还是演员 不是你不好 可是当时是讨论有其他人 好像更在某个方面更准确 那就选了 那我当时是讲了故事 说后来班长之后 我在电梯碰到范彬彬 我也说了都大方了 本来我们还担心 班长李一说了之后 他马上冲出去哭也走 我还跟陈建兵说 建兵啊你准备好 到选里要抓住 说兵兵别哭 不会吧 他见怪大场面的人 我说人家多有气度 还是非常有风度效 那后来呢 西夏在电梯 连电梯都不准黑脸 本来就应该黑脸 给我的脚就哭了 脚就躲进这手 你好像上次说 他是在电梯里黑脸 对啊 我说电梯里黑脸 谁意思 就是说电梯里面 有黑脸的资格跟权利 我主要是说 里面的他又不是范彬彬 讲的电话 是他旁边的人 讲的电话 就说拿不到 各方的势力很大 那我就自己喜欢 把这句夸大来讲 那彬彬的兵粉 就来骂我了 就是你们这些势力 你怎么知道 我没投票给他 可能我投了五票 对所以我们为了挽回这个形象呢 我们这个准备邀请一下范冰冰 上这个抢抢参业 不要讲我 对吧 不要讲我 讲文道 对 但是如果人家看得上我们的话 对对对 但是上次你倒确实没说 就是说为什么潘金莲 给得了个最佳导演奖 但是没有最佳影片奖 我是外行了 我一直就有时候觉得最佳导演奖 那按说一个电影不是导演的作品吗 如果是最佳导演奖 那是不是实际上跟最佳影片奖差在哪了呢 我先说当时的讨论 就是说因为基本概念就是说 导演嘛 你要看回他的自己的风格 自己个人的创作历程 还有他怎么样讲控 那个演出各方面的元素 所以你觉得他那个很突破很好 抓题材表现他的企图心 那当然就实质荣归了嘛 最佳导演 可是影片就把导演这个东西先放在挂号里面 就看作品 他本身的题材 他的灯光 他的音响 还有演员的演出配合 能不能那个力量 是来自电影的本身给你的 而不一定去集中看 我们去推想导演 怎么样富裕他自己的生命力在作品 是两把不同的尺 那当然等于是说 就算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拿不到最佳电影 也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电影 可是拿到的那个八月 我那时候说了 我猜连我这种香港人 对于那个题材 八零年代末的 内蒙古的经济改革里面 一个小社群的改变 我都深深被打动了 而且当时讨论说 他的光影 他是黑白片 他的音效 他的演出 我们两年后看 四年后看 五年后看 还是觉得有重看的理由 那那个当然那个力量来自作品本身 所以我们是这样看的 整体 是 所以最近呢 我也是看了电影挺多的 就是 而且你知道我先看了一个李安的 这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其实李安这个电影啊 就是 我觉得算没算好 当然你也可以说 人家现在用不着算计什么了 对吧 因为呢 你知道首先有个心理 就是如果你拿120帧 拿这个什么3D4K做招来的话 那么对于我这样的钻牛角尖的 我就必须得看这个120帧的嘛 可是香港都没有一家影院放这个 我只有在北京也只有一家影院 那你这样票房 如果大家都要看这个120帧 你这个票房是上不去的 对吧 那么于是我就等等等 老那家影院老满座 后来我终于等着了 我去当然是带着这个虔诚的这个行去看 我觉得心态上是没有问题的啊 李安导演嘛 哎你看这个电影了吗 看了 可是我看没有看120帧 香港看不到 香港没有 哎 那么 我也准备飞去北京看 我个人认为不看也没有太大可惜了 不是 我是这样 我听 我看之前啊 听见比如说两个学电影的都属于看完了 就出门就跪了那种 甚至包括周易军 周易军就说呀 哎呀 他觉得特别好 是吧 那我听了他们的这种反应呢 我自己觉得啊 我可能是不是眼睛有点生锈了 就是他们说的那些个惊微之处啊 我还愣没什么大感觉 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吧 说这个4K120帧 说还选的这个男主角啊 帅哥 湛蓝的那种眼睛就能拍到这个眼神里啊 但是老实说我还是眼镯 我觉得有区别 但是区别呢 没有人们夸的那么大 甚至于我就说 你知道我昨天看了这个血战刚剧灵 正好两战争片 没有吉普森 血战刚剧灵 我突然发现呢 这是我大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回看2D的电影 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在电影院都带着那个3D的那个电影 你知道我这又看到这个血战刚剧灵 这个2D的电影啊 我一下我感觉到那种清爽 非常清晰 我甚至认为从我个人有一个角度 我就说啊 不管你是想创新 还是想骗票房 这个3D的这个就别搞了 因为老实讲 我还是说我眼镯 到现在为止还就是阿凡达 就咱就说真的新技术 带来那种经验 那种3D 往后这么多3D 200多块 200块钱一张票 160块钱一张票 我真觉得整个光线又被压暗了 而且你体现出来的这个3D效果 就我所看到的 包括好莱坞大片 大部分流于形式 没有什么必要 对吧 就是再看到这个 听如此高清的这个2D电影 这个血战刚剧灵 我竟然有一种 这2D比3D啊 真切多了的这种感觉 3D更像是个魔术了 这么就有这种感觉 但嘉辉你可以说说 你对李安这部大作 没有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假如你喜欢他以前的上冰风暴 还有一贯你喜欢李安的那种 人道主义关怀 那种温情 那种对于世界上 不管遭受什么灾难 还是回到人 然后他还是觉得 人应该有公道 这两个字的 假如你对这种感情是有贯通的 我觉得很难不喜欢他的电影 当然包括这一部 上他里面有些对白 跟小说不一样的 是他加进去的嘛 比方说他的家人说 It's not fair 这不公道 这对小说没有的 他加进去 李安说我觉得在当时此处 就应该 他那人会这么说 对啊 讲求公道 然后还有他在一个孤绝 孤立的情况下 人怎么样到最后 还是觉得 有一种可能叫做天意 可是当我人为去配合这种天意的时候 不管我是为了去救我的家人 还是去了战争 去重回战地 我当我所谓人定圣天 不是我打败这个天 而是就算我去配合这个天意 我也是我的选择 也是我能力的展现 这个当然在新教伦理了嘛 我要后觉得我是上帝的选民 我就要发财charity 做善事来彰显 来让大家看到我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我觉得那种新教伦理上面 人如何彰显 我们有一个天在 在李安的电影里面都有 我是非常感动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一个人的电影里面有关 我来说那里面有关 所以你看这眼光水准不一样 所以他就能当评委 我只能当观众 但很惭愧我还没看 我两部电影都没看 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 因为我也是想看4K3D 但是我一直好奇的问题是 很多人在谈的 就是他到底应不应该用这个技术来拍这个电影 因为好像大家这几年 我发现大家有个反应 就觉得看3D不划算 或者3D没效果 好像仿佛一种电影呈现的技术 跟这个电影本身的拍摄方式 和他要呈现的题材是很相关的 好像我们通常有个大众的感觉是 拍科幻电影 战争电影 那非常值得要3D 但是如果你是个文艺爱情片 那就别3D了 这个3D来没意义 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 那么李安这部电影呢 我知道他的题材 被很多人怀疑 值不值得用3D4K来做 因为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战争场面 那有必要吗 大家会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对这个电影 最感兴趣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一个片子从头到尾 假设就是两个人坐在桌子聊天 他如果用3D拍 你会不会觉得亏了 为什么我们觉得一定要科幻片 要有动作场面 要有战争场面 那个才应该用3D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逼真立体 这种效果 应该不是应该应用在一个言情电影 或文艺电影上面 那假如说一个导演 他比如像李安这样的导演 这么有想法导演 他今天决定这部电影 要用这个技术来拍 而不是比如说像之前更奇怪的少年派 很多人会说少年派更值得用这种方法 但他不 他用这个题材来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一定是他在想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 他必定有他的追求 这个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对 我觉得你看外国的这个外媒影评啊 第一轮就是觉得好像李安这次有点失误 就玩失手了 我就发现呢 其实后来我就反思啊 李安是近年来拍了几个卧虎藏龙 这种这个色戒 就是这种啊 明显好看的这种电影 所以呢 让大家至少让我呀 有点忘了 其实李安的本色 是看他的电影啊 是需要比较细腻的 是需要比较有耐心的 甚至他以前的个别作品 是被认为比较闷的 他是 你看我过去老说 我说李安的这个高明之处啊 在于这个不显山不露水 你看他的电影从来没有说 鲜声夺人 就像就像卧虎藏龙 一开始都是一个人悠悠的这么走到哪里去 他从来不是那种鲜声夺人的 对吧 哎 像一个太极高手 但是呢 我也觉得 有时候要没玩好啊 那最后也是个不显山不露水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比你眼镯 我看不到 或者说联想不到这些特别 惊微之处 我为什么说觉得 我可能是眼睛有点生锈了呢 你知道他拍这个题材 我认为他爱挑战 这是个挑战 因为什么呢 我不看你有什么哲学 我看你的是呈现的方式 从呈现的方式上讲 比如说 他这个片子里边 最多的一个手法 就是 这个这个前线回来的士兵 光这放一个烟花 以为是战场 是吧 邦一个汽车发出个声音 啊 他就要拿起枪 光听到一个炮炸 咔 这个人就要 就要恢复战场状态 所谓创伤后 那个 创伤后遗症 创伤后遗症 这个手法吧 你要知道 就是咱们看过的 好莱坞的 反思战争的 这个经典片 在我脑子里太多了 所以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觉得有点生锈呢 你比如说这个 现代启示录也好 7月 生于7月4日生也好 就是关于这种 哎呦 闪回到了战场记忆 表现战争 对他这个人性的这种 这种感受 这种扭曲啊 回到现实生活里的这种 种种的不能够适应 哎 你知道吗 就类似的 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 不新鲜 那么 哎 我旁边有一个女的 哦 就最后就也是哭啊 我也流了几滴眼泪 就不能说他不可 但是我这眼泪不说明什么啊 对 就是我我总得起来 我看了 我就觉得就是 李安想要表达的 这个细腻的这种思想啊 对我来说 就是似曾相识 居多 他唯一要叫我说 表达点个人的这种感受的 在哪啊 就是结尾 这让我有启发 所以李安的电影 无论如何 都会给我们有一个人生的启发 在这个电影的结尾 大概就是说 哎 这个比利林恩 跟那个 那个他那个班长 他保护的那个班长 就讲述了一通 就是战场上的人 和选民和民众之间的处境 最后他插了一句 他说你看 这像电影一样 哎 这好像就说他自己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 我们在战场上的人 就像是导演 在这个电影的专业里 我们里边的煎熬啊 我们里边的这个艺术和技术 所讲究的这一切 不足为外人道 实际大部分的观众 你未必有一个导演 更懂电影 可是他就说呢 但是呢 战争确实由你们决定的 战争确实由国民决定的 而国民对这个战争呢 各有各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感受 就像是说电影 就说我们电影导演 天天煎熬 在怎么能够拍好一个电影 这里边的惊威之处 有几个人能懂 可是呢 你又不能不承认 电影最终是观众决定的 而观众呢 对于同一部电影 又各有各的看法 但是最后 李安曾经产生过这种抉择 就是说崩溃的时候 就是要不要再干下去 但是最终他的选择 就像比利林恩的选择是 我属于那里 甭管怎么说 甭管你们观众是说这个电影 如何如何 我注定属于那个战场 我觉得最后就看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有个升华 但是说实在 整片 我没有太大的这个经验和震撼 重点在于说 你不需要看整片 我想起一位 我没看120帧 我听一位做电影行当 不是导演的 朋友说 他说他看120帧 他这样描述 里面有片段 因为里面很多场景 都是美国人常见的 在餐桌上面 从小生很亲切的聊天 聊到吵架 姐姐突然拍下桌 那个在很怕等等 那我对朋友这样描述 因为这种场面 在情景 在那个好多的好莱坞片 大大小小的片都出现 餐桌上面的吵架 冲突 那我朋友是说 以前他作为观众 只看到对他们的吵架 看到剧情的部分 现在透过120帧 他被带进去 他感受到他们的吵架 他感受到 他好像坐在 他们餐桌旁边的人 也是看着他的姐姐妹妹 大家一拍桌子 没有声音耳边响起 那个演员的眼神 突然闪了 我们眼睛灵魂之窗 突然惊恐 那种畅伤后遗症的感觉 那时候他感觉到他了 那我就太那我就真的是太顿了 就我觉得这事得需要说 哎这是120帧啊 仔细看哦 能看到这种 我就相比之下 我真是就是太顿了 我觉得没有 你不是顿你分到心 旁边做了一个女生 你没有集中精神 不是两个应该交换机票 交换门票 你应该看 不是我是觉得啊 我这么说 可能肯定有李安的粉丝 就骂我对吧 就是但是我是觉得 我总得说出 我真实的这个观感 我还有一个地方 你不用怕李安粉丝 没有范爷的粉丝 我挺范爷啊 范爷的粉丝也骂他 不要骂我 我觉得你 比如说这个这个电影啊 在西方的影评 不算特别好 对吧 然后呢 李安的解释 似乎是倾向于 就是说 你看对伊拉克战争 你我这么一种反思啊 是不讨美国民众的好的 可是他这个解释 我也不太同意 因为美国历史上 反思这种战争的 这种太多了 而且就算关于 伊拉克战争的反思电影 也很多 对对 你不能拿这个当真 都很激烈的 对我觉得还是 电影本身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实在的 有些地方 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可是作为我来讲 有点不能让我相信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就像李安导演 自己也说 就说好的电影 是浑然天成的 就是每个情节的发展 你觉得是生活里 必然会出现的 而他这个里边啊 我虽然我不了解 美国的情况 但是我略微觉得有点作 有点抢为人事 就比方说 要照我的感觉 前线回来的战斗英雄 美军的战斗英雄 请到这个超级晚比赛的 这个中场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战争英雄了 我觉得不会有后台的 那个场工 或者是舞台总监 因为一点小的事情 就打我们的战斗英雄 他为了表现说 美国人并不在乎 并不看着你战斗英雄 但是我觉得咱们春晚后台 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就是说一个场工 一个导演 因为上节目的原因 最后还不依不饶 一帮场工纠集起来 围攻我们这十个 前线回来的战斗英雄 打起架来了 我说实在的 我不了解美国的国情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观众 我会觉得 这有时候有些勉强 就你 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但是我觉得 这些情节有点作 我们先去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就是我的推荐 不用为不评价不可信的 这还是金马奖评委 水平最高 吊丝观众 我可以说一下 但是我就相反 我说 他让我觉得不大可信 可是 这个钢锯岭 就更不可信了 可是 你钢锯岭 最大的力量 是你架不住 一个不肯带武器的人 偏要走上二战的战场 不肯摸武器 因为信仰上帝 但是最后他救下了75个伤员 一个人 这最不可信 这描写的是一个战场上的圣人 那是真事吧 可是对要命的是 This is a true story 我觉得 他最大的力量来自于 这么不可信的一个人 可是 完全是真的 不仅是真的 甚至这个 没有吉普斯呢 害怕人们不相信 把有些这个 真的这个人的 这个Doss的这个情节啊 都没有敢拍到电影里 因为比如说 他身中15块蛋片 还回去想救人 这个情节都不敢放在电影里 因为太假 听起来太假了 对 就其实我 我看很多的电影 电视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就你以为是假的东西 结果发现全都是真的 对 你比如说 我最近看一个英国的电视剧 叫皇冠 讲现在英国女皇 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的故事 拍的非常精彩 里面有一段 就他当年加冕 但是他退位的那个书是 就是温莎公爵 不爱江三爱美人那位 在巴黎 看完转播之后呢 拿了一个苏格兰风笛 在吹 在落泪 你就觉得太肥皂剧了吧 结果后来发现 原来是真事 就往往 原来我们真实生活 要比小说电影 还要肥皂剧 很多真事啊 当事人甚至不敢讲的 我不是写了龙头凤尾吗 我那本国际 国富 不是国富 国际经典名著 里面讲到一些男人 男人之间的情欲 然后呢 后来有个人就跟我讲 他说 他跟一个以前英国的老 老法官聊天 他说法官去世了 他说法官不敢跟别人讲 他说日本鬼子啊 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 就把他关起来嘛 丢在脑里面 他说那个老法官就说 我从来后来 从来不敢跟别人讲 这三年八个月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为什么呢 那个老法官是gay 他说我每天在那边 三年八个月 跟谁搞 日本兵 他说好多日本兵 是浩南车 这个也不奇怪嘛 日本文学传统都有 很喜欢男人 这轮楼啊 他说他们把我关在那边 然后轮楼那些 日本兵啊 轮楼找我去厨房 去厕所 去哪里 医院 房间 乱七八糟 非常荒唐的 那个老法官是说 我这一种经历 完全不敢跟别人讲 后来他老了 知道自己快去世了 才跟我朋友说 因为我朋友也是 同志界的老大 是香港人 那香港人呢 看完我的书呢 因为里面长的战争 里面的男人 跟男人的感情 然后他就来告诉我这个故事 好多我们听起来 完全戏剧化的东西 是真正存在 大家甚至当事人不敢讲的 还有很多好故事 请看龙头凤 心中不能紧 而且呢 你说这个真实啊 如何拍出真实了 我现在倒能理解 李安为什么要创新 就现在啊 进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个趋势 就其实电影的出路 确实是 就说 你比如说 这个血战刚拘领 我现在都觉得 为什么我老觉得 我现在眼睛生锈了 因为看过的这个片子 好的太多了 所以呢 有时候你心里难免会比 对吧 你得是王中王啊 比如说 这个没有吉普森 这个战争的场面 拍的是一流的 应该说拍的太棒了 可是呢 拍的这么样的棒 我仍然会觉得 我说这个 是从拯救大兵 莱恩开始的 就是斯培尔伯格 能把战争拍成这种质感 就你明白吗 就等于说 你现在拍的再好 我们脑子里都有一个 一个比照 就是说 这种技术已经达到了 这种程度 所以你说像李安这种电影 他怎么能不想创新呢 太希望带来个新的 视听感受 但问题是 有时候往往很多创新 大家不会太注意 就是你创新 不一定是追求 这种所谓的现实 真实 要能更真实 你可以反过来 完全可以虚构的 或者完全你创新 是整个天下放到另一面的 比如说去年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战争电影 是那个叫什么